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依赖自己 整天为琐事而焦虑不安 生活中的烦恼不断积累 财运不佳 挣钱困难 生活坚信而疲惫 这样的人往往过于注重忽制利益 对于人情世故缺乏理解和体谅 他们可能会在事业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往往是以牺牲他人感情和道德原则为代价 他们的贪婪和自私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孤独而苦涩 难以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此外 彼此间隙的人也容易在人际关系中出现问题 他们的冷漠和自私会导致他人与他们疏远 缺乏真诚的友情和支持 因此 他们往往在面对困境时 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总的来说 鼻尖尖细缺乏肉感的人在相学上 可能代表着财运不佳 生活困顿的特征 他们需要反思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行为举止 学会真诚对待他人 以换取更多的人际关系支持和生活幸福 三 天仓凹陷 天仓是只位于额头两侧靠近太阳穴的部位 在相学中被视为祖业和储蓄能力的象征 也被戏称为财酷 当一个人的太阳穴明显凹陷时 通常意味着从小家境贫寒 足上家业薄弱 无法得到家庭的帮助 这些人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来争取事业上的成功 常常面临各种麻烦和困难 他们的事业发展不顺利 很难有晋升的机会 财富积累的可能性也较低 尽管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但日子过得艰辛 这样的情况使得他们在生活中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四 眉间断序 眉毛在相学中被认为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 人际关系和感情运势 当一个人的眉毛中间出现断序的情况时 这往往预示着生活中的坎坷和不顺利 这样的人通常性格较为冷淡 不太擅长与人交往 缺乏良好的交际能力 他们可能不喜欢与亲朋好友交流 导致亲缘关系较为淡薄 因此 当面临困难时 他们很难得到及时的帮助和支持 在事业方面 这类人的能力和实力一般 往往缺乏贵人的提携和支持 因此 他们在事业发展上 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 赚钱对他们来说非常不易 经常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种情况使得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耐心来应对各种困难 额头有竖纹 印堂位于两枚之间被称为命工 象征着一个人的命运和运势 当一个人的额头上有明显的竖纹时 通常暗示着命运多舛 波折不断 这样的人往往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 事业发展不顺利 常遭遇失败和挫折 虽然他们的能力和才华并不差 但缺乏好的机遇和贵人的帮助 往往难以实现自己的报复和目标 由于经历了许多坎坷和困难 他们的生活压力较大 财富积累困难 经济状况相对较差 这种情况使得他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努力 来克服种种难关 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6.嘴唇干燥开裂 嘴唇被视为人体的财富工 象征着个人的财务状况和财运 当一个人的嘴唇经常干燥开裂时 往往意味着财运不佳 财富积累困难 这样的人常常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 赚钱不易 财富难以积累 尽管他们可能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才华 但缺乏财运和机遇 往往难以获得财富的增长 生活中的经济压力较大 常常为了谋生而劳累 财务状况相对较差 这种情况使得他们需要更加努力和有耐心的克服经济上的困难 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以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七 山根低窄折断 山根位于鼻梁的根部 两眼之间是心经循环之地 代表着生命的本源和健康 也折射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运势变化 当一个人的山根部位低窄 或者呈现折断状时 预示着祖业不佳 长辈提供的帮助有限 往往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然而 这样的人在做事时往往冲动 不考虑后果 表现出极度的自我 在婚姻方面容易遇到矛盾 内心固执 不愿接受他人的意见或建议 这导致感情和事业方面的变故频频出现 他们可能会经历生活中的挫折和坎坷 但通过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 仍有机会克服困难 实现自己的目标 八 鼻梁扁塌 鼻头奸细 鼻子为财薄工 代表着个人财悦好坏 也代表着个人的能力和自我意识 如果一个人鼻梁扁塌的话 这种人往往意志力较为薄弱 做事缺乏任性和坚持 对自己也不够自信 为人缺乏主见和魄力 做事总是犹豫不决 缺乏进取之心 生活中遇到的坎坷和挫折比较多 往往过得会非常痛苦 财运不好 事业方面也是一事无成 而如果鼻头过于尖细的话 为人也是非常自私 情绪比较不稳定 运势也好不到哪去 九 双目浑浊无力 眼睛是心智和毅力的象征 一双清澈有神的眼睛 通常代表着一个聪明而坚定的个性 这样的人往往有自己的原则 并且心地善良 充满爱心 他们通常能够清晰地思考问题 做出明智的决定 展现出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 相反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显得浑浊无神 可能意味着他内心负面情绪较重 疑心重 缺乏思考和情绪控制能力 这样的人往往表现出无精打采的状态 难以集中精力 对周围的人和事物都显得冷淡 他们缺乏远见 做事不够可靠 遇到挫折时容易灰心丧气 缺乏自我振作的能力 使嘴角下垂 嘴巴所代表的感情和生活态度 在人的性格和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一个人的嘴角下垂时 通常暗示着他的家庭出身较为贫困 这可能导致他的性格变得比较悲观和内向 他可能倾向于抱怨 对周围的人和事物持有挑剔的态度 同时贪心的心态也会显现出来 他往往对自己要求较低 但对别人的期望却较高 这种不平衡的心态 可能导致他在人际关系中 难以获得真正的支持和理解 这样的人可能倾向于讽刺和挖苦他人 缺乏良好的交际能力 因而很少能够建立真正的友谊 在面临困难时 他可能会感到孤立无助 因为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他的生活可能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波折 但通过积极的改变和努力 他仍然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和成功之路 十一 法令纹深长 法令纹深长清晰 被称为苦水纹 预示着一个人可能经历过不少的苦难和挑战 通常这样的人出生在相对贫寒的环境中 从小就学会了坚韧和坚毅 他们的性格非常坚定和固执 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和立场 他们拥有强大的个人能力和斗志 总是充满着竞争意识 渴望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然而 他们也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 人际关系并不顺畅 由于缺乏贵人的帮助 他们大多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 但在婚姻和感情方面 往往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他们可能缺乏表达情感的能力 导致与伴侣之间的沟通不畅 或者过于专注于事业 而忽略了家庭生活 十二 眼睛突出 眼睛外突的话 在面相中也称金鱼眼 眼睛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性和心理 这种面相的人一般心胸比较狭窄 平时看上去非常的乐观 很善于交际 但实际上性情非常刚烈 个性非常的强 而且心性诡诈 疑心颇重 非常的自我 听不得别人的反对声 并且报复心极强 做事容易不择手段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喜欢对身边人大吼大吵 感情上容易发生口角 家庭很难和睦 做人 与其抱怨命苦 不如把握命运 改变命运 每天进步一点点 一年进步一大节 人穷的时候 其实是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 只要心不穷 一无所有的时候 恰好是变富裕的开始 命苦的人 往往有以上的穷面向 希望你一个都没有 命苦是可以改变的 学会好好说话 爱别人 积极行动 认真思考 日行一善 坚持一段时间 命苦的人也会好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s